其實這個也是很少見的 是那個籃柱啊 真的是 這也難怪 因為李漢森 都還有注意啊 哇 完了 李漢森 李漢森去推他 對 李漢森去推了馬龍 但是因為馬龍這個球 他有先推 哇 胡凱翔 其實我們的角度是看到說馬龍 他在救這個球 有一個比較大的推人 嗯 有 可是第一時間其實 裁判老師已經給了一個違反運動道德 哇 這一次不知道是 這個角度我們看到 有看到 不曉得胡凱翔 就是這個手 而且胡凱翔撞到的是階梯 哇 撞到籃桿啊 階梯跟籃桿這裡都是贏的 對 就是這個時候的一個 出手啊 因為現場 都是撞到籃桿啊 那 李漢森當然是非常的 保護自己的隊友 他其實有看到馬龍這個小動作 哇 希望會沒有事情 對 因為胡凱翔撞到籃桿 對 看到凱翔躺那麼久 哇 我心都涼了一半 哇 比賽要先暫停下來喔 而且 應該 對 馬龍 所以馬龍應該 馬龍等於是一個U再加一個T 直接出場 哇 所以下一次 聯盟旁邊的籃桿 是不是要再加一個護墊 哇 真的 這個 其實這個也是很少見的 哇 是那個籃桿啊 哇 真的是 這也難怪 因為李漢森 他的角度其實可以看到馬龍 再看這個右手 所以讓胡凱翔直接撞到後腦勺 哇 真的很痛 是後腦勺 頭部 頸部以上 馬龍現在直接出場 對 這個 這個moment 馬龍也是一個先一個U 然後再一個T 那當然我想 李漢森這邊應該也會 也會 也會一個T 對 沒錯 李漢森這邊也是一個T 沒錯 總經理 陳偉誠要來了解一下 因為畢竟是旗下球員 因為剛才 胡凱翔他摔出去這個速度 基本上是沒辦法 有時間來反應的 對 所以下一次 我是覺得 旁邊這個 旁邊這個籃桿以後 真的需要加一個護墊 只有先冰敷 先冰敷 哇 這我看的心都涼了一半 真的是 這個有點 驚悚的一個順 這個畫面 也不清楚說 會不會是這樣比賽過程當中 就是 就是可能球員的一些動作卡位 是不是有一些過節 因為 去年 如果大家有看T1元年 馬龍 在特攻的時候 其實 不大會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動作出現 應該是情急之下 那當然順勢就推下去了 因為 雙彎一開始都要搶那個球 那當然這一球其實 凱翔是站到比較好的位置 對 今天好像是凱翔的 家人也來到現場 但是 目睹了這一幕 希望胡凱翔不要有大愛 希望會沒事 這個肯定要先觀察一下 那來代替 胡凱翔罰球 是今天狀況最好的 給冠婷 胡凱翔的媽媽也來到現場 可是 那還好說現在胡凱翔 她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不用靠單架出場